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皇上转身 那就是轻定他入宫了 真是好声音啊 就是不知道 这相貌如何 听声一时难辨色 不过能发出如此声音 胸腔必定红哪 具体办法你来想 总言之要让皇上乐不思索 下官一定想办法 让皇上椅子转过来 问天霜 请主来到故宿城 姐妹却跃到新宫 环飞燕瘦 姐妹灵灵 她唱的这个环飞燕瘦什么意思 就是个胖丫头呗 胖丫头 可这声音真是柔美重听啊 声声心动容转备 皇上清点 即日进宫 我 我 是个胖丫头吗 真判断失误了 李擅长 李擅长 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选你的秀 她访她的民情 你干嘛非把她跟选秀 弄到一块儿啊 这也是 苏州地方官员的一片中心哪 太狐狸 我早就跟她说过的 私放屠猪肉混到女人堆里 我就把她揪回应天 好好 您有所不知啊 这次我跟您说啊 您 您 您听我说 这次皇上啊 她是被神选秀 只闻其声 不见其色 你敢担保她扛得住吗 你快给我取开吧 黄总 娘娘 您 皇后驾到 啊 她怎么来了 这也藏不住真的 你快走 奔昆山方向 你的马比我的驴滚 我粘你去 那行 你快点来啊 快快快 娘娘千岁 还不快给我滚开 来 禀告娘娘 在马厩发现了皇上的龙袍 都怪我太鲁莽闯进了行宫 把她吓跑了吧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留下满龙钱 大胆小子 你知道爷是谁吗 你能是谁啊 难道 你还是皇上老子 朕还真就是皇上 我还皇上他爷爷呢 给我上 快 赶快搜他身 好 什么都没有 不过 这身衣服不错 不是撕的就是皇上 好 谁敢搬我衣服 我看他马不错 值不少钱 去把他牵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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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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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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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话 喂 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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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饿成这样了呀 你饿我也饿呀 这年头谁不饿呀 可我就这么点吃的了 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好 月 compr 啊 哎 来人哪 饿死了 哎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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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 张嘴呀 醒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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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筷子 用筷子 好吃好吃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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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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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着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乔二 我要再当乞丐了 我呢 给你改个名字 你这人哪 托奖义气 就叫乔义吧 我生辰八字都披过了 祖宗八代都是当教花子的命 不过我不怕穷 外号就叫穷不怕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世上没有不怕穷的 不过不要紧 我会让你富贵的 看你长的样子像个宰相 说话口气这么大 别的不说啊 刚才你让我吃的这个东西 天下第一美味 龙爷 刘先生 怎么这样呢这是 先扶我起来 来来来 你别提了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哪 走吧 走 等等 小兄弟啊 谢谢你这个美味啊 对了 钱袋子带没有 有有有有 拿给他 拿来来来 这个 这个 给你了 这这这这这这 这么多给我呢 太多了吧 这不多 小兄弟啊 比起你做的这个事来 这个什么都不算 你跟我说说 刚才吃的这个叫什么名的 珍珠翡翠白玉涛 来来来啊 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 这是好马伙计们 过来看看 来来来 见过吗 来来来 都过来看看 看这马 这马 怎么样 这可是比好马 这马 多少钱 十两银子 偷十两银子 这好马就归你了 无量 十两银子 一分都不能少 小马师 小马师 您过来帮我看看 它要价十两文银 您帮我看看值不值 高宗 黑宗 小手 长身 毛色 如炭火 这是赤兔之种啊 这赤兔 真的好 我和香马几十年 这是听说 今天有幸目睹 这是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十两银子吧 听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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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百年前 他的祖先 是三国旅不所有啊 后来又成了 关公关老爷的座旗 这是赤兔的正宗啊 直到几年前 波阳湖大战 当今皇上 从陈友亮手里 俘获一匹女 她是万岁爷的玉马呀 那是玉马 老头儿 你胡说八了什么呢 这这 这是玉马 这 你说 这马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你管得着吗你 你说 放手啊 你说听什么 放手 放手 谁在卖马 放手 放手 是他 是他们四个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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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偷了皇上的玉马 还抢了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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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我们还真抢了皇上了 什么真的假的 不吃死的东西 抓起来 抓起来 皇上竟抬起龙体 臣妾给你送膳来了 你又亲自为朕下厨了 臣妾这辈子 没少为你下厨 瞧 这就是皇上亲典的 红娘子 这红衣红裙的 像个美人 怪不得叫红娘子呢 来 让臣妾喂你 来一口 来 再来一口 快 好吃吧 怎么了 是臣妾做得不好吃 没有 那是为什么呀 饱了 下去吧 两口 两口 你就能吃饱了 不是两口吃饱了 是看夫人的美色 看着看着就饱了 要不怎么说 袖色可餐呢 恐怕是我倒了皇上的胃口吧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自从你跟那个李善长 去了一趟姑苏 选什么绣女 你回来就成这样了 真的是微服私房 微服私房 你就仿到绣女堆里去了 还听声转语 姑苏好声音啊 还是仿美貌啊 一个个抹得跟妖精似的 微服私房 你是仿声音啊 还是仿美貌啊 你 我就是要说 你说你仿就仿吧 你跑什么呀 你就是心里有鬼 这要不是我出马 指不定出什么事呢